先讓大家看看一段小學生的生活摘記 這是一個台灣孩子在他的家庭聯絡簿上記錄的今天點滴 就由大家一起去找錯處,看看哪一句、哪個詞、哪個字出了問題 它是這樣寫的 明天我打算去買孩子,現在的孩子已經破掉聲大動 每次下雨,我的孩子就像細菌的泳池,所以不換估計是不幸的了 相信大家都跟我一樣,反覆看了幾次 頂多覺得那句細菌的泳池有點怪怪的 但小學生想像力豐富,有創意不是錯,到底這個段落出了什麼問題? 答案是估計這兩個字 我又相信你會跟我一樣反應,蛤?估計有什麼錯? 原來老師用紅筆點出估計這兩個字的問題 他說,不要用中國用語比較好 以上是台灣網絡流傳的一張小學生手冊的照片 台灣已經棄營到連估計都不能說 自蔡英文上場後,台灣的去中國化越來越嚴重 繼篡改歷史,近年更有一個新的名詞叫知語警察 就是四處出動在所有有文字的地方 例如書本、文件、甚至招牌、說明書等等 去找一些屬於中國用語的名詞 然後投訴、批鬥、警告、刪改 因為近年內地劇集和內地眾藝節目很受台灣人歡迎 連帶一些內地用語也因此帶入了台灣人的生活中 例如高端、低檔、接地氣、套路、牛B等等 這些,如果你一說,所謂的知語警察就會跳出來罵你是共匪 以為這些都是一些台灣激進本土派的所謂 沒想到連小學教師都是足智警察 他們甚至無限上綱到連估計這樣的用字都背宮蛇影地視作內地用語 而最大問題是,這些老師每天關門教導學生 沒人知道他們究竟如何解讀這些不能用的中國用字 其實用字是一個時代的語言,反映不同時代的不同面貌 正如中國人也會用料理、割引、玉子這些日文的用字 其實都是源於日本文化的影響 你可以不喜歡,但不至於要舉報和批鬥吧 今天台灣的足智警察沒有自信到一聽到酸奶就要糾正為娛樂 視頻就糾正為影片,屏幕就糾正為螢幕,硬盤就改為硬碟 質量就叫品質,師傅改為司機,本科生就改為大學生 他們抗拒內地用語的心態其實只有一個,就是驚 90年代,香港粵語電影、電視劇和流行曲風魔全國 流行文化的影響,令今日內地的一些語言也跟隨粵語改變 譬如,計程車現在在內地都叫的士,結帳很多人都叫埋單 內地人沒有怕文字被吞噬 他們反而落於將生動的廣東話融入日常語言當中 台灣聲稱是自由社會,但今天有網上警察觸錯字 明天隨時有莫須有的文字獄 大家說句話,寫篇文都充滿忌諱 如果這些都叫自由空氣,那不如說這些叫自欺欺人更貼切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請你按like和share給身邊的朋友 想收到我們最新的影片,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按鈴鐺呀,多謝大家